欢迎回来奥亚新闻带您来看台湾的消息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南下屏东展开谢票之旅 她感性地说从没后悔接下民进党主席 这一个选举过程是最珍贵的人生阶段 同时也对败选结果提出了三个检讨方向 败选后的谢票之旅 蔡英文从家乡屏东出发 答谢地方干部辅选 洗开80桌 吸引上千人到场 乡亲们热情打气让蔡英文非常感动 感性发言希望支持者对民进党继续鼓励指教 但对于办选检讨 她还是想给选民一个交代 我们这次给检讨的方向是什么 也是我们民进党长期的跟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对案 第二就是我们整个竞选团队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三个是大环境而已 记得大环境包括了摩民党的因素 提出检讨方向 蔡英文将会在下周三主持败选检讨会议 势必将引发民进党路线论战 而蔡英文是否能靠着 倾听反省声音 累积能量 在这2016 备受外界关注 浩英文是曾经好 彭志华评讨报道 这次是是我们大奖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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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刀